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距离我上一次做体检应该已经有两年了 当时是毕业前去做的 就是很多时候我真的不确定自己身体是不是哪里真的出了问题 因为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熬夜的能力大不如以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两年我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so let's take a look 做完机器了我刚发现我的相机设置音量设了太高了 所以说前面的音频好像全都过曝了 这算是一个坏消息吧 现在可以去吃个早饭了 一个牛肉面大宽 通常我都是喜欢在岛上吃牛肉面 然后今天吃到的这碗 可能是家电今天卖的第一碗牛肉面 好久了 啊 果然汤那杯上鲜欠 要来 要开车 我刚才要說鲜的时候 书的大部分 但是我试一下是这样的 不像你大部分就这么多 我自己吃的 好 就是 今天是周六 昨天晚上我走路走太多了 导致我膝盖的那个伤情有点恶化了 所以说其实今天我不应该出门走动的 应该在家躺着休息的 但今天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阿富士也在上海 所以说必须得去见他一下 我梦到他来了 然后他就真的来了 刚刚我老王喝完咖啡 然后现在送他回他住的酒店 然后他就准备离开上海了 时间就真的蛮仓促的 变成那个运动up 我在北京的时候 汉涛和徐冠陪我 我们一起走路 到了上海你又陪我一起骑车 这家店是早餐计划的第二家店 然后当时在这边吃过饭 然后老王住的酒店 结果就在这里就挨着 请用餐 我去吃个饭 然后拜拜 拜拜 感觉今年的上海是没有秋天的 直接从夏天跳到了冬天 新年的天气完全就是冬天的样子 超冷 感觉到世界末日一样 刚吃完饭出来 然后发现老王就坐在酒店大汤 干嘛我最忘了一下 等了一个小时了 拜拜 拜拜 回头见 拜拜 今天出了这趟门我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 就是见到视频里的up主在现实当中出现 这种感觉总是非常奇妙的 第二呢就是上海的这个城市的景观 今天这个阴天其实非常壮观 云动得非常的快 然后配合上海这种钢铁森林 是有那种末日末世的那种美感的 今天看着还不错 出来买咖啡啊 剪片很容易没灵感 所以有时候需要那么一点咖啡音给你催化一下 星期六啦下班 因为今天是国庆节调休 所以今天周六才放假 然后现在七点半准备去一个 其实是8K告诉我的 然后8K也回去 刚下班前还收到了一封来自Awesome的邮件 是之前找工作的时候给他们投过简历 没想到已经一个月后才收到这个面试的这个通知 只能说比较可惜吧 因为现在我已经入职了 然后也不一定能够去Awesome那边 但是我对面试还是挺有兴趣的 也许可以去见个面聊一下天这样 感觉他们做的工作还是蛮有趣的 聊聊看好了 就算真的有时候不用 Northern fuck, love yo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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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you 我们先ScooGoGoGo拜拜 下个scooTeen店吧 下个scooTeen店吧 中文字幕幕 cho cansado 下个scooTeen店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